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來到至乎通的ESG共創商 現在不單說我們如何能履行 ESG去保護地球或參與多些社會活動 甚至連投資者都覺得這個主題相當重要 所以今天要找到兩位很重要的 在投資界當中很有經驗的人士 和我們一起分享這個主題 歡迎兩位 Hello 你好 現在說到今年投資環境 也要和Misela一起談談 好像有很大的變化 亦都一般投資者覺得很複雜了 因為又說高通脹 又加息 甚至乎經濟衰退 地緣政局的風險等等 那麼多因素夾雜著 投資者好像每做一個投資決定 都已經很艱難 但在這些情況下 其實ESG這個主題 對他們有甚麼吸引力呢 這句確是你說得很適合 我們看到特別是成熟市場 現在我們看到 接下來也有經濟方面有下行風險 再加上特別是歐美 亦都可能要去抗通脹 所以很多央行都繼續要收緊 他的貨幣政策 同時歐洲為何要收緊貨幣政策 為何通脹那麼高 其實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 在能源方面的供應比較緊張 亦都令到通脹持續高期 天然氣方面特別是供應比較緊張 亦都令到全球的能源價格上升 因為在暑假 我們看到很多極端氣候發生的事件 例如可能有熱浪、旱災、森林火災等等 亦都洪水 而其實不只是在歐美或成熟市場 我們看到在近至香港 亦都有一些氣候關注團體 亦都說到 如果香港的氣溫提升三度的話 其實有差不多近六成的地方 居住的人口的地方 是會被淹沒的 所以不只是單單看新聞 所以氣候變化這件事 大家都需要開始關注 因為不只是在很遠的地方 其實近至香港 這些對於經濟 或者對於社會的問題 其實是不容忽視的 所以我們覺得 接下來這件事意味著 其實氣候變化 或者做一些基建 因為這些事不是央行做一些簡單的財政措施 或者貨幣政策 就可以在短時間裡解決 反而可能是要長期在基建方面著手 可能是在做一些能源的分散 或者是建立一些可以可再生能源的網絡 甚至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這些是一些可以投資去基建 可持做的基建 在長時間內才可以切切實實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很多人可能以為ESG 環境、社會管治方面 只是環保 不是只是綠色投資 的確是ESG很多人是專注於這件事 但這件事不是單做一件好事 而是一個風險管理的方式 Misella也提及了一個大眾很關注的 就是ESG究竟確實實代表著甚麼 大家可能跟環境相關 了解程度可能會高一點 問一下Elisa 可否和我們細分一下 ESG當中 例如S和G為何都是這麼重要 其實是代表著甚麼 其實ESG基金是將環境、社會和管治因素 納入成為投資的目標 亦希望在策略上可以反映到 其實現在在證監會認可 也有一系列ESG認可的基金 E顧名思義 你剛才也有提及過 其實就是環境 S就是代表社會責任 G就是代表公司管理 聯合國全球契約 在2004年的時候 亦首次將ESG這個概念 視為評估一間公司 整個經營的指標 如果再細分進去看 其實環境是甚麼呢 包括溫室體體牌坊 我們經常都聽見新聞有提到 我們日常生活中 可能都會有經歷的水和污水管理 至於社會責任方面 其實就是公司對於 校務的福利 勞工的關係 多元化的共融 至於公司的治理方面 其實就是商業的倫理 競爭的行為 對於雇員方面的保障 以及男女成員的平衡方面 其實就是提到公司的管治 剛才Mercela也有提及過 其實基建都頗重要 但有沒有說ESG 其實對某些行業 帶來的改變 是比較上比其他行業更加明顯的呢 其實我們看到 除了大家剛才Elisa說到 溫室巧應這些 環境在這方面 我們未來也看到很多是 S&G都需要關注 同時我們看到 其實有一些長期結構性的問題 例如剛才 城市化方面的發展 其實我們看到聯合國 其實有研究 就說了大約到2050年 三分二的全球人口都會住在城市 意味著 其實你的網絡或數碼化 需要完善多一點 令到聯繫性增加 令到人口或居住人口的包容性 或可持育性也要增加 其實一個很近期的例子 就是大家最近疫情之下 work from home多了 其實看到數碼化方面的進度 亦都提升了很多 而這些就會衛及了 例如是一些數據儲存 或者是一些電訊的營運商 這些板塊 接下來亦都應該會繼續受惠 但其實除了是城市化之外 我們都看到可能人口方面有少許變化 人口老化的跡象也明顯了 其實除了可能成熟市場之下 很多新興的經濟體 亦都有這個問題出現 所以未來可能在可持續基建方面 就會關注這個問題 就是在他們構建 或者在設計整體基建的時候 可能會將怎樣可以共融 或者環境保護 或者去拓展經濟發展方面 亦都會考慮在內 所以這些板塊亦都會繼續受惠 在投資界當中 會不會都帶來幾大的機遇呢 Elisa 因為看到譬如歐美市場 在ESG的題材底下 其實看到基金經理的反應很快 當然比散戶早著先機 很早已經開始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和投資 為何這些基金經理走得這麼快 和對他們來說的吸引力是怎樣 是否真的從歐美那邊開始 我想我們可以從一些數據開始看一看 根據神星的數據 2021年有超過5000億美元 流入到ESG相關的基金 亦都會連帶刺激ESG產品的資產管理規模 其實年化的增長是55% 剛才提到歐美的數字 至於亞太區方面 其實我們都看到可持續發展的基金 其實在2020年是120億美元 去到2021年的時候 已經增加到260億美元 所以其實我們認為可持續發展 其實可以說是剛才開始起步 剛才你說得很對 以往其實ESG事實上 可能在歐美方面的關注度是比較高 但其實剛才的數據 其實亦都看到亞洲市場 其實的佔比亦都逐漸在提升 例如看我們香港為例 其實香港ESG 其實資產管治 即那個正流入 其實是370億美元 我們亦都預計的規模 其實接下來是會越來越大 為什麼那麼多人 開始逐漸去留意ESG 其實就是隨著全球環境的變化 剛才Misella有提到的 就是全球暖化 人口急增 以及城市急速的變化 其實都是趨勢了一些企業 投放更加多資源 在ESG相關方面的投資 所以其實連帶下來 其實我們看到 投資的契機是非常之大的 例如說到個人的投資者 可能就是一般的散戶 又是何時開始都覺得 這個題材對他們來說 是真的有一定的吸引力 是看到一些基金經理 開始大規模地有資金去流入 或者是有一些題材 對他們來說 其實可能是一個複雜的投資環境當中 是一個抗衡或分散風險的狀況 Lisa有沒有看到香港的散戶 有何時開始有這些變化 你的關注度高了 其實我們看到ESG相關方面的投資 事實上其實起步是一些機構性的投資者 所以可能早在六、七年前 已經有不同的機構合伙 其實都會和我們去問一些 ESG相關方面的投資 但其實我們看到近兩三年 其實香港的一些所謂的散戶 其實對ESG的關注度 其實亦都開始慢慢提升 所以其實我們相信就是 ESG可能在香港 現在暫時起步得比較慢 但其實我們相信就是 隨著市場的關注度一路提升 其實散戶在這方面的投放 亦都會越來越多 我想另一個數據都可以 值得去分享 其實就是剛才有提及過 其實證監會是20個ESG銀河基金 其實現在證監會那裡 證監會那裡的ESG銀河基金 其實大概有130隻 其實如果是說對比一年前 其實增幅是差不多一倍 因為之前其實是大概60隻左右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就是說隨著市場 其實需求增加 其實基金公司也都推出了 不同類型的ESG相關的基金 當然一些就是包括ESG在投資入面 其實它會是進入投資程式 或者可能一些主題性的基金都有 究竟就是主題式的基金 以及現在對比起去年 原來選擇多了一倍的情況下 投資者可以怎樣去分辨得到這些資訊呢 稍後回來要跟Elisa及Missela 繼續談談就是ESG相關的主題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談 繼續回到來自負通的ESG共創商 Elisa 剛才聽你說 原來ESG的一些投資相關的選擇 多了很多 我們亦都預期數目應該還會不斷增加 因為始終市場上有需求 以及這個亦是一個大的主題 但既然數目多了那麼多 那麼我們怎樣去分辨得到呢 他們的主題式的話 其實是包含什麼不同的主題呢 好 我都可以說一說 其實ESG基金 其實可以有分不同的投資的重點 以及風格 亦都可能會採用不同的策略 去達至ESG的重點 其實如果你說看回香港現時的基金 其實大部分都是跟一些環境的元素 比較有關係的 可能是一些氣候變化 或者是一些清潔能源的主題式基金 其實亦都有一些部分的基金 就是已經跨越了環境 因為剛才我們也有提到 其實香港的投資者 其實他們是越來越sophisticated 所以除了環境的因素之外 其實可能他們也會看上社會 或者是governance的方面 所以其實我們也有看到一些 比如可能叫可持續多元資產平衡的基金 其實這些最主要 其實它都是捕捉一些公司 其實他們是會減少了 譬如可能是性別 可能是種族 或者是年齡方面的歧視 或者可能是雙殘方面的歧視 達至一個對人類一個 什麼平等的看法 其實我們看到 在加息的大環境下 其實一些可持續的基建 ESG的基金 其實亦都很值得投資者去關注 其實基建的股份 如果加入了這個可持續的因素 其實我們看到未來的發展空間 其實是非常放大 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 傳統的基建股 其實我們看到是一個高通像 和一個加息的周期 其實表現普遍會做得挺好的 如果你說說一些傳統的基建股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想到一些公里 公路或者可能水利工程的股份 但是其實如果你說加入可持續的發展 其實我們看到涵蓋 其實是更加之廣闊的 其實除了可以應付社會方面的變化 其實亦都包含這個環保的元素在 譬如隨著應對這個氣候的變化 譬如一些可再生能源的股份 其實我們覺得是很值得投資者去淳清的 至於城市方面的變化 其實亦都推動了數碼和交通基建 一些可持續的發展 其實我可能都給大家一些數據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其實根據過去20年 其實如果你說看回加息的周期 其實我們如果看回MSCI 環球基建指數的成份股 其實在加息3個月和12個月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一些基建相關的股份 其實分別錄得是1.3%和11.1%的正回報 所以可以看到基建股其實是有一個抗通像 以及在加息周期的時候 其實表現相對一些可能在其他股票類型 其實表現是更加好的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一般的基建股 其實他們都會有一些長期的合約 譬如可能是一些收費的功勞 或者一些公用的事業 其實他們通常都會簽訂一些長期的合約 所以就變成了對於抗通像那方面 其實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不過再說到ESG這個主題 對投資者有吸引力 可能都已經蠢蠢欲動 可能是想一起參與 但在投資之前一定要求資 就是由教育開始就要著手 如果投資者對這些題材有一定的興趣的話 都想了解多些 投資的時候有甚麼需要注意 或是跟其他投資產品或其他基金 去交易的時候有沒有甚麼不同 其實如果說回 其實ESG的基金 其實在收費 無論是營購費 或者可能是管理費 其實大致都是相約的 那你說至於一般散戶 其實可能想投資一些 涉足一些ESG的基金 其實需要留意的是甚麼呢 其實可能都要看看 例如本身的基金公司 其實是否有一個經驗豐富的投資團隊 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ESG的基金 其實除了去提一些公司的報表之外 其實也都要跟管理層去提回 例如他們在供應鏈方面 或者在他們接下來的一些方針方面 特別可能是 剛才有提及過 例如他們在董事男女的比例 或者對於他們自己員工方面的保障 其實都是要一些很經驗豐富的投資團隊 去跟管理層坐下 便可以看回這間公司 是否一間值得去投資的ESG的公司 我想任何投資 其實投資者都需要看回 他自己的風險成就的程度 如果你說Apple可能是一些比較保守的客戶 可能就可以購買一些ESG債券類型的基金 相對來說的波幅會比較低 但你說不是 我可能都比較承受得起一些高風險 其實亦都可以購買一些ESG股票的基金 看到今年年中 其實你們亦都有產品相關的 就是跟ESG這個主題 究竟為何會選擇這個時候 去推出產品 以及市場的反應 跟你們原先的預期有否一樣 其實都是鑑於市場上 其實我們看到的需求是日漸提升的 其實另一方面 就是剛才也有提及過 其實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加息週期 亦都進入了一個通脹週期 所以我們為何會在這個時候 推出一隻可持續基建的基金 其實最主要希望可以幫助投資者 是抗通脹 以及剛才也有提及過 因為始終基建股 其實就是在抗通脹 高息週期 其實表現相對來說會比較好 開始就更加多投資者關注這個主題 是否與其這個趨勢 明明情況只會有增無減呢 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將我們的眼光 放得更加遠 我們通常低估了變化的觸度 但其實變化一路已經在發生 其實剛才有提及過 其實隨著政府的大力支持 企業方面 其實亦都在投放很多資源 在ESG相關的一些投資 所以我們相信ESG基金 其實未來的關注度 一定會繼續提升 作為投資者 當然希望自己的投資是有增長有回報 要問問Misela 預計明年整個經濟的情況 會不會有甚麼大改變 以及真的要做到多方都是贏的 無論是企業投資在ESG可以贏 投資者如果選中一些優質的企業 又可以贏 甚至乎在金融機構當中 都可以達至一個甚至乎三贏的局面 應該可以朝著甚麼方向發展 接下來我們2023年 整體上我們都可能比較策略方面 可能會保守一點點 但在ESG方面 我們覺得大家著墨點 不要只在環境方面 但可能按S和G 社會和管治方面 剛才Lisa也有提到 管治方面為甚麼那麼重要 因為管理團隊關注ESG 代表他們對於整體上 想提升股東的價值 我們看到很多關注ESG的管理團隊 特別在營運效率方面 或者在挽留人才 或者減少人才流失 甚至是整體風險管理方面 都做得比較好 而去提升股東的價值 亦都令到盈利前景有所支持 所以大家投資者會非常關注 可能大家會比較關注環境方面 因為可能比較容易量化 但其實我們看到 在社會和管治方面 亦都多了這些量化的指標 大家可以用來參考 而各國的政府或者央行 亦都開始會關注多一點點 所以接下來 我們都看到很多企業 如果是多些關注ESG 或者是參與ESG倡議的活動 甚至是不同的ESG範疇展望的活動 這件事亦都可以提升股東的價值 亦都令到可能 我們看到很多投資者 亦都發現了可能參與ESG的投資 亦都是跟他們的投資目標 或者退休目標一致 所以見到可能是企業 和投資者亦都可以共創一個 可持續的環境 為了盡一分力 亦都可以為了投資方面 亦都達到他們的目標 有沒有少許的意見 可以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因為聽下去 其實這個題材 其實對於地球好 對於很多企業都好 投資者一聽的時候 不如這樣吧 我主力向這方面的領域投資 當然任何投資都會有些風險 如何平衡得到 譬如資產配置方面 都不應該把100%放進單一的主題 當然要看投資者的風險承受程度 但未來我們覺得ESG這方面 因為其實S和G都是代表風險管理的方式 所以未來長線的發展 可以特別是可持續的基建方面 亦是一個長線的發展方針 所以可以多加留意 再加上整體上未來幾個月 甚至是下年 應該繼續是一個加息的環境 加息的週期 以及剛才Elisa都提到 可能基建方面 特別是一些企業 如果是有營運基建的話 可能在資產負債表方面 或者現金流會相對穩定 再加上他們亦都有一些長期的合約 所以可能可以對沖到 接下來繼續高通脹的一些風險 所以在這個大前提之下 可持續基建的基金 可能是一個不錯的投資感落 可以大家多加留意 今天再一次 感謝Elisa和Mercela 為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關於ESG的投資主題 不過都是那句 縱使大家覺得 這個題材可以好好關注之前 參與投資之前 一定要衡量自己可以承受的相關風險 感謝兩位 你現在看的是 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以及最新的影片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住也要支持一下